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立刻有冲动想带葡角砖回家呢 在澳门最有名的砖是卖来自葡萄牙瓷砖的店 都让我找到, 是不是呢? 葡角砖是由人手逐块去拒制 同样的图案, 但每块砖都这么独一无二 所以葡角人称呼画葡角砖的人做工匠 而且制作瓷砖画的技术繁复 在瓷砖画的拒画草稿 再掃上葡萄牙特制的颜料 再以过千度高温去烧八个钟 这里真的每一块都没有观赏价值 全部都是藝術品一样 难怪葡萄牙这么中情磁砖 因为它们可以有保温、防磁和隔音的功能 而且它们可以用上二、三十年都不会裂 亦不会爆裂 还不会掉色 真是又美又实用 认识完葡角文化产物还没够好呢? 吃完个葡萄餐 这就是Excellent 这个是葡萄牙特制的 就是Excellent 非常好 有小老婆过去真的很近乎 不过天会热就搭过巴士到道 小老婆对面马路 拍港庭车场站到乘MT4巴士 在孖角庙站到下车 在船屋餐厅门口下 真是方便到一个点 七年,米之年推介 近熟老婆 大健甲底食 密屎油狗 性中风味 没理由不试 让我访问一下船屋的店主李先生 我想问一下 其实为什么餐厅叫船屋 三十年前 船经过主题记号 尝试叫船 拼搬屋 船屋的特别 两个名字又简单又异机 不认为这些 餐厅里的照片 都是以前的船厅 对,我们的照片是三艺船 是一个土式和中国式的混合 这个船顶 我们形容船顶的天花板 那些木就是来自这个船 是这种船 是装製船的木 我知道餐厅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有炭卜製的菜式 是的,炭卜製的菜式很香 很好吃 我们还能保持到 今次的炭卜製的菜式 那我马上去试试 好 我们第一个菜是炭卜製腸 这些腸正式在葡萄牙里 所以味道很甜 不会太淡 哇,这个菜名真的要咬字清楚一点 免治牛肉绿结 是结一声笑出来的结 哦,这个原来就是用免治牛肉 去搓成的肉丸来的 葡萄色的做法 口感很有趣 很绵绵绵绵的 是的 以下两款都是由米芝莲评审员推介的 腊油香蒜炒鲜蜆 和葡萄海鲜饭 我知道你生你都很坚持正宗的风味 原材料是否全部要选择来自葡萄牙 是的,我们很注重 尽量用葡萄牙 葡萄牙也要用葡萄牙的材料 例如这里我们用很多蒜 蒜是葡萄牙 蒜、甲蓝油和芫荽 有很多汁 有很多汁 刚才是否点包 是否点包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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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试一下这个 我觉得这个海鲜已经够鲜了 但这个蒜蓉味 虽然它是很浓烈 但没有抢鲜味 反而是带了鲜味 很棒 而餐厅总厨的要职 就是由店主的母亲带引掌妥 所以葡萄海鲜饭就真的很葡萄 好像葡萄牙 店长 真的很浓 海鲜味很鲜 很棒 这个 乾杯 乾杯 醒目的你一定懂得预早订位 最怕连排队都没得你排队 夏天出游当然要尽兴 今个夏天来澳门十六浦 就可以让你吃尽环球烧鼠美食 玩尽刺激赛车娱乐设施 还可以玩Basket 快点来澳门十六浦 体验夏天玩乐深度游 来十六浦随时有惊喜 下一位幸运仪可能就是你 我又去派礼物了 现在我就身住MJ Cafe 问你一条简单的问题 9月MJ Cafe会举办一个什么比赛呢 我知道 啤酒敬任大赛 恭喜你 到时来玩得开心点 谢谢 想收到十六浦最新资讯 还可以透过不同的途径 快点加我们吧